隶属公广集团的华氏因为连盈亏损 累积超过20亿 成立华氏园区资产活化小组 计划另外设新公司 拆除现有大楼 转型盖主题饭店 引发争议 今天下午华氏特别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第一个我不卖地 我只收租 第二个我不出资 我也没钱出资 第三个不和见 本月一日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在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质疑 公广集团为活化华氏资产 另设新公司专责管理华氏园区 逾200亿资产 发现决策过程草率又粗糙 二月才拟定初步可行性的报告 五月就要让政府部门同意活化计划 这不是打压子上架是什么 五月哦 现在是几月 现在是四月 四月 马上五月 依照他这个报告书 五月就要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作业完成 那到底是谁在护航他 文化部长洪孟起回应 一律交代不清楚 文化部绝不会同意 而且如果草率处理 还会下台负责 公司董事长邵一铭解释 目前已经将初步可行性方案研究 送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参考 所以这个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所有的招标都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做 亏钱主要是人谋不脏 总是会没有能力找到专业的经理团队 来改变这个趋势 就用这个卖家产的方式 把华市大楼变成旅馆来经营 我认为这是杀鸡取卵 连年亏损成立43年的华市 负债已达24亿元 似乎资产火化势在必行 但冯先生指出 华市董事会在明年8月就要卸任改选 怎么会选在卸任前一年多就急着签约 但又如果决定不当将四马难追 新唐林亚太监视正义豪 黄庭峰台湾台北报道